各位来宾大家好 我是来自广州西麦有限公司的林伟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西麦科技对SD-1的理解 以及实践情况 今天演讲的内容主要三个部分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公司 接着是我们SD-1解决方案 最后再展示一下我们SD-1的产品 首先西麦科技是2003年成立的 然后2015年成功挂牌北京新商榜 然后我们主营的软件和技术服务是主要有 SD-1和营计算提供SD-NFV的整体解决方案和产品 好下面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SD-1的解决方案 在座的各位应该都知道 软件定义广域网络SD-1的提出 是为了应对企业多样化的网络需求 以及高性价比的追求 目前大家讨论比较热门的SD-1应用 主要是应对NPS企业装网存在的很多弊端 比如第一点是NPS及其他装线的部署方式 很难适用于云计算的应用 第二点是NPS业务装线开通时间太长 满足不了企业快速部署的需求 第三点是NPS专线的价格昂贵 普通小企业承担不了这样的费用 第四点是NPS专线很难与广域网的优化技术相结合 那么西脉科技提出将SDN控制器 与NPS网络进行对接 形成SD-1在NPS网络的应用场景 在运营商的NPS专线中进行改革创新 助力运营商能够提供一个灵活动态专用的专线服务网络 降低专线的部署成本 近期西脉科技进行SD-1的摸索和实践总结图 SD-1有以下五种场景 第一种场景是NPS网络的应用场景 这一种场景主要是针对运营商需求而设计的 第二种场景是混合网网络的场景 第三种场景是SD-1结合公有云进行广域网优化的场景 第四种场景是SD-1支持移动办公的场景 第五种场景是数据中心互联的场景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第一种场景 NPS场景 在这张图的左边是我们一个数据中心的分支机构 以及数据中心出口路由器 这张图的右边是总部的数据中心的 数据中心以及它的出口路由器的一个示意图 而中间这一部分指的是我们运营商的NPS骨干网 然后上面这个小盒子指的是我们 西迈科技提供的SD-1解决方案的小盒子 其中包含的部件有SDN的控制器 还有协同器以及流量监控工具等 最上面这个是整个系统的操作门户界面 它是可以提供运营商对我们系统的可视化操作 最右边这个是一个操作维护的电脑 从这个图中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SDN控制器与NPS网络中的边界路由器进行相连接 这样我们SDN控制器就能掌握整个NPS网络的全局网络特谱 还有全局网络链路状态 链路负载情况 并把这些信息在门户页面上进行可视化的展现 在NPS场景中 运营商可以通过我们的系统来实现 企业专线业务的在线开通 专线带宽的在线调整 和动态调整链路负载这三个应用 在讲这几个应用之前 我先跟大家交流一下我们传统业务VPN专线的一个开通流程 我们知道我们传统的VPN专线的开通是 首先企业客户先要找到运营商的大客户经理 然后大客户经理在下发公单到我们的一站式服务人员 一站式服务人员再将公单下发到网络建设部 然后网络建设部再根据线路情况进行 新建或线路的调配 线路准备好之后再通知网络运营部门 进行各个机房的数据配置 配置完成之后 最后再通过集团客户响应中心 进行适备的一个安装和连条 而部署我们的解决方案之后 我们的业务整个开通流程就变得更简单了 所有专线所有运营商专线的部门 可以通过在我们的那个开户的 我们的用户开户界面上进行 进行各部门的协调工作 均可以在系统上进行一件事的完成 包括网络配置的自动下发 端到端的业务的连条 这样可以减少运营商部门之间的 沟通协调时间 专线网络配置的自动下发 避免了人为的误操作 提高了整个专线业务的开通效率 接下来是NPS场景的第二个应用 动态调整专线的带宽 那么它是怎么实现的呢 运营商可以把NPS专线划分为不同的 不同等级 不同优先等级的隧道 企业客户如果在某一时间段 想改变专线的带宽 可以将需求提交到运营商的大客户经理 大客户经理在系统页面上 在我们的系统门户页面上 根据带宽更改的模板建立订单 然后订单在系统页面上 走完相关流程之后 再将带宽调整的次略进行配置的自动下发 这种场景它是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 实时的实时灵活的调整专线的质量等级 NPS场景中的第三个应用是 实时动态的调整连路的负载 从网络透普试一读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个应用相对于前面两个应用来说 它突出了一个流量监控器的模块 流量监控器的模块在这里所起到的作用 就是它可以完成流量的一个采集 连路负载情况的分析 并给出连路负载调整侍略 连路调整侍略 实时更新到我们的门户操作 门户页面操作系统 系统再根据连路负载调整业务 下发到我们的协同器和控制器中 控制器再根据全网络的路径计算 把最终的配置进行下发 比如这里我们可以设定链路的流量预值为80% 当链路流量达到这个预值时 那么它可以通过这个功能将后面上来的业务 引入其他轻流量负载的链路 就引入到下面这条轻流量的负载链路进行传输 这种方案的引入 它不仅能够保证了网络的可靠性 它还能充分合理地利用了整个链路资源 减轻了网络运为人员的一个工作量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SD-WAN的应用于混合WAN网络中的场景 现在互联网发展迅速 企业总部以分支机构的互联 也可以通过租用互联网的线路来实现 而互联网线路的租用价格 还不到NPS专线的一半 因此企业分支机构跟总部之间的互联方式 可以有三种方式的存在 第一种是它可以通过专线的方式进行互联 第二种就是它可以通过三四具无线进行互联 第三种是它可以通过宽带连接进行互联 这种场景我们称之为混合LAN网络的场景 在这个混合LAN网络的场景中 我们在企业的分支机构和总部出处 分别部署了我们的CPE设备 这个设备具有计划技用的特性 它可以一上电就自动连接到我们的SDN控制器 致使我们的控制器可以实现 对总部和分支机构的CPE进行统一的管理 CPE可以提供三种网络链路实时状态 我们的SDN控制器可以根据CPE上报的网络链路实时状态 提供智能显入功能 比如说将各种不同应用的数据流智能的调度到各种网络链路的进行传输 比如如果是分支机构和总部之间 要进行中优视频或中优的文件传输 我们可以通过控制器将这一部分业务路由到NPS专线中进行承载传输 保证了整个业务服务的质量 而其他如果普通业务的话 只可以用英特网的线路进行传输 降低了专线的链路负载 提高了整个资源的有效利用率 SD-WAN解决方案在这个场景中体现了 多路径智能悠险 管理平台可视化和流量实时监控的价值 接下来这种场景是工友云 结合工友云的场景 近两年来云计算业务发展飞快 越来越多企业在使用各种工友云的服务 企业访问工友云的流量也越来越大 如果企业对分支机构对工友云的访问 单纯依靠互联网的传输 那么访问质量将得不到保证 我们通过在企业分支机构 部署我们的CPE设备 在CPE测增加我们的DPI 深度报纹解析模块 那么我们在分支机构测 则可以识别到工友云数据 再通过控制器和智能选路将访问工友云的数据 路由到专线进行传输 保证了分支机构访问工友云数据的一个服务质量 工友云场景中的另一个应用就是 跨国企业的一个网速优化 跨国企业一般它会把重要的数据和业务应用 放到了靠近总部的工友云数据中心 那么这时国外分支机构 如果要访问这些业务 通过互联网线路的方式进行访问的话 这样的链路质量得不到保证 我们通过跟国内外运营商的合作 在靠近总部和分支机构的机房部署 比如我们的SD1POP 并且租用了一个跨国企业的海浪 我们通过POP是被识别 接入到总部的云数据 再将这一部分数据通过运营商NPL专线 然后再经过跨国企业线进行传输 总部的POP与工友云之间 再用CDN的加速技术 提高了整个分支机构访问 总部数据中心的一个网络质量 第四种场景是移动办公的场景 我们在这种移动办公的场景的部署 它可以通过这种场景的部署 出差员工或者外包员工可以从任意地点 接入到公司总部的公有云或私有云数据中心 给移动办公的员工提供了便利 最后一种场景是跨域数据中心互联的场景 我们在各个NPL网络中部署 部署我们的SDN控制器 然后将各个SDN控制器 跟我们的协同编排器进行互联 协同编排器在这里起到一个 相当于超级控制器的作用 然后进行跨域数据中心的一个配置路由的下发 这样可以降低了跨域数据中心 互联配置下发的复杂度以及运维成本 最后我们SDN的解决方案 还结合了云加速和云安全的技术 来提升我们的网络质量 还要保障我们的网络安全 最后这几页是快速跟大家展示一下 我们现在做的产品的一些截图 然后就是我们现在 西脉SDN的产品主要完成的一些模块 就是有业务自主开通的模块 VPN的模块 防火墙啊 BGP等这些模块 这个截图是 就是用户自主开通的页面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VPN VPN页面 这个是防火墙 还有最后这个是支付管理界面 好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演讲内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